詞一直在想 所以,這一點的能力 就是所謂的低能這一部分 但其實你如果鑄命去換它去看的話 它是現性的 那通常呢 在這個很小的範圍 我们如果是做理论的人 就不会太去相信说 这个实验可以看到 但是其实在1947年 Wallis 他就用Tidal Binding 来营救石墨 这个分明附近的能量 然后很简单 就是用 一个Tidal Binding 一个参数 或者如果要更清楚 两个参数就可以描述 分明附近的能带 所以你如果把它 刚才我这个能带放大看的话 用Tidal Binding 画出来它就是这样 这个像是一个圆锥 这个像是一个圆锥 然后这个是一条 在一级金字下 几乎是直线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就是 用Tidal Binding 画出来的能带 是这样 就整个复人区 然后你如果把这个 Gamma 就是次临近的 Hopping Integral 把它复人掉的话 它就是 这个能带就是 一个Flooming 附近的湿度 湿度就是写率 然后乘上动量 OK 好 大家如果用 能量跟动能跟质量 还有电动量的关系来看 我们通常碰到的例子 就是 那个 湿度平方逐上 2 然后再乘上质量 对不对 那今天呢 如果这个能量跟速度的关系 跟动量的关系是限定的 那你看质量有多少 质量就有了 OK 好 所以其实说 质量等于质量等于质量等于质量的质量 在1947年 Wallis就算已经发现了 当然这个是理论上的 好 那那个重要的就是 这两位学者 他已经有了量度 那就是在他那些Science文章呢 就我刚才看到的那些实验 就完全证明这一点 就是说 在石墨西里面 那个能带啊 就是陷阱 那个陷阱的意味着是 它是没有质量的 那我们现在的距离来看 那用它的翻译也你会算出来 它的那个 这是Density or Stake OK Time 密度跟能量的关系 好 那你如果把这一点附近换大的话 它这边就是限定 好 那你如果去算一下 这个Time 密度跟它是限定 然后呢 你可以算一下它的载量子 然后呢 你可以用那个 霍尔效应来讲 然后这个是电动的 霍尔效应的那个 这个霍尔系数的导数 然后就是 那这个很清楚 就证明了就是 它的那个 载量子的符号 跟载量子是这样 跟那个符号 还有它大小跟天压的一个关系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电脑呢 如果我们根据刚才那个能带 你可以算出来 它是跟这个 载量子呢 是成正比 那这个实验上 的确看到它是非常线性 所以证明说 在磁末系里面呢 它那个能带 就是能量跟那个动量 是成一个线性的关系 不过大家有注意到 这个是没有变成零 由此上 在这个应该等于零 不过 这个也有它的物理意义 我等一下会 而且也蛮重要的物理意义 好 谢谢 隆后 现在 head 我 让他们 下 我们 下 下 下 大家 下